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决定回到台湾 而且接下了爸爸的羊肉炉店 他说发生这样的变故没有选择余地 那既然这样干脆勇敢往前走 不要去多想 什么缺憾 什么遗憾的 在他人生另外舞台 他同样能够演奏出精彩的乐章 需要帮你们加汤吗 加一点汤 好 稍等一下 为在安平的羊肉炉店里 气温强强棍 成了许多台南人最佳的避寒所在 五一加汤 然后三三要加清炖的加汤 这一锅沸腾音韵 飘散浓厚药善香气 再提小羔羊肉质鲜嫩 提薄有弹性 在冷气气的天气里 让饕客浑身发热 爱到最高点 假日可能一味难求 几乎都要先预定 非常过瘾 我们有时候会加汤加肉 会加两三次 不怕冷 除了药膳汤头 行气火血 羊肉补须取寒 另一个原因 围炉吃锅是真的围着炭火炉 解馋取暖一渐抵购 瓦斯炉客人都反映说 汤头比较薄 没有像炭火的那么浓厚 它会把汤收得更纯厚一点 生意抢抢棍 老板娘李采盈 整晚招呼客人紧莫营 前厂后厂不停穿梭 赚钱就像是抢钱大作战 我们冬天就像打仗 就随时都备战状态 对 有时候起床好累好累 结果到一到工作岗位 就整个回来了 然后下班又不行了 嘴里喊着赚钱太累 下班就不行 每天一大早 李采盈和伙伴们 就得为了当天晚上的卡片 做好后备补给 大锅里老姜切片 用经过检验的黑麻油爆香 炒的香气四溢大方送 不用进到厨房里来 左右邻居就可以免费品香 大块羊肉先汆烫去腥去血水 下锅沾染一身姜气 纽西兰放羊的小高羊 它大概11到13公斤多 还没有发勤的羊 它没有腥味 它一发勤的时候 它的羊肉会变老 变新 很多客人是在外面不吃羊肉的 但是在我们这边 它会吃羊肉 偏爱未成年的 Yuki小鲜肉 热炒到两分熟 让老姜味道吃尽表皮 接着下锅炖煮 李采盈坚持小锅 一锅一锅炒 一锅一锅炖 绝不偷懒一次送座堆 才能因财师教 最后达到统一的品质 我们也不喜欢那么麻烦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其他捷径 因为每一只羊的体质不一样 跟人一样 它的肥瘦度 或是它的那个皮的皮 或是它体质的 有些比较硬 有些比较软 然后我们要求都是 到客人上吃起来都是 就是吃起来是软的 是好吃的这样 小鲜肉依照肉质不同 泡汤炖煮一到两小时后 肉快捞起炊凉 减去多余的油脂 用减法让口感更加分 剩下的汤汁 汇集肉质精华 初餐时再和这锅 欧妈妈的中药汤 依照比例混合 就是冬天里最热血的 药膳羊肉汤头 养生但是我们也是注重 它的眼起来的橙色 所以肉分开煮 感觉的肉起来是 鲜嫩的颜色 不会是乌其妈黑的 有时候气候 或是我们煮的时间 它比较提早关火 就把药材全部捞起来 变成它煮得不够 以前都是凭感觉 现在把我们就是 所有的流程都制定一定 所以只要客人 那这个月来吃下个月来吃 它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专注于细节 让粗犷厚重的羊肉炉 有出味的舌尖优势 成为辅城第一 24锅火力全开 厨房温度跟户外气温成反比 天气冷时 每一锅得熬煮两到三轮 才能满足专程来退休的人潮 第二代接班做得与时俱进 身为辅城最知名的羊肉炉达人 其实是李采银生命中的意外乐章 对音乐有天分 是公认的钢琴才女 李采银的人生目标 原本是当个钢琴家 或是钢琴老师 在巴黎师范音乐学院 深造工读硕士时 父亲突然心肌梗塞过世 身为长女 李采银果决的 在音乐家的梦想乐谱上 嘎然画下羞耻福 从来没有想过 所以我爸也不希望我们接 他觉得很辛苦 但是当事件一发生 就是没有人有选择的余地 因为不接就都没有了 第一个时间当然想说就回来接 没有想太多 就是觉得这就是 好像就是责任 从小吃父亲煮的羊肉长大 但要扛下20年口碑的招牌 不是一招一戏就可以办到 刚开始还担心弹琴的鲜鲜手指 在厨房做粗活 会影响弹琴的协调度 但聊了之后发现 得专心在一件事 不能三心二意 才能把事情学到痛彻 刚开始的冲突性很大 我刚开始我在那边洗锅子 还被同事笑说 你连锅子都不会洗 这锅羊腱肉要泡的是洋葱 甘蔗 红萝卜熬煮的蔬菜清汤 是李彩莹发祥的清淡口味 在补虚的秋冬之外 有补生补新的期待 很多同事想要大家全年都是有工作 然后所以我们才开始开发 洗夏天的产品 这是一种企业责任吧 清炖非常的甘甜 因为它好像有 就是那种蔬菜水果的甘甜 然后就是你不会觉得 有羊肉的燥热感 林伟接棒延续父亲的事业 林采盈用更好的口碑业绩 擦亮老招牌 感谢父亲的栽培和疼爱 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说 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坚持的这样 其实不太有其他的 有办法像我们坚持这个样子 在事业上交出成绩单 留下音乐家的梦想没有完成 但李彩莹知道 人生有蛇有德 不太会想这个的 没有太多去 就是在忙的时候 不会去想什么遗憾 转心向前 不被缺憾牵绊而变成遗憾 李彩莹心无旁骛 在另一个领域 同样奏响精彩乐章 这季天气好冷哦 跟家人一起围炉吃个姜母鸭 补补生子 可以说是在冬天的一大乐视 在新竹就有一间餐厅 是主打姜母鸡 老板娘她叫做李小珍 选用的都是当天 现在的温体污谷鸡 下去熬煮制作而成的 这肉质暖嫩Q弹 而且姜母鸡要好吃 这姜是关键了 她选用的都是南头的姜 她认为酱子纤维多 香气足 经过压榨之后 再用麻油爆香 加入特调的中药卤包 炒到入味 最后加入五谷鸡 一起来熬煮 喝起来的汤头是甘甜又顺口 但是你知道吗 当初会有这道美食 其实是来自于婆媳之间的 暖心互动 欢迎光临 三位吗 要做给你做 小心烫哦 有没有要从那边上过哦 有 今晚屋子外头冷嗖嗖 这里总是炉火起开 暖乎乎 说不到很腻 麻油热锅 大火快炒 污补放山鸡 到气分熟 再以炒过的二十几种中药材 加入围基底 倒入鸡高汤 以及火锅配料 这就是新竹人气超旺的 普通圣品 今天是家母鸡 汤头很好喝 很甘甜 然后就是不会有 很多就是人工的味道 鸡的部分的话 它的那个肉质 会比较鲜嫩 那它的姜 我觉得是有特别的处理过的 所以它的那个汤头的部分的话 会特别的顺口 虽然说有姜的味道 但是不会过分的辛辣 汤头很浓郁 然后又不会很燥热 所以平常就是 只要冬天 夏天 它就是可以吃 空气中飘散着浓浓的姜味辛香 四季诱惑着早已 鸡肠鹿鹿的饕客 你没有看错 污谷放山鸡是整锅汤的主体 经过熬煮 鸡肉吃起来细嫩不干柴 喝上一口姜汤立刻暖心又暖胃 但是要做出美味 可是下了一番功夫 姜是汤头的灵魂之音 林小珍选用南投产的两盆以上的姜 纤维够多 香气十足 下锅前得先进压碎鸡两次 压出多余的姜汁 第一道的是因为它比较适合大颗的这种姜母 它可以压得碎 下得去滤掉第一次的姜汁 然后等一下第二台机器的时候 它还会有姜汁 还是要把它滤掉 我们不要留姜汁 去除多余的姜汁 是为了跟中药一起炒的时候 可以完全吸收不被吸食 压碎的老姜跟麻油一起下锅炒 这时候火候的掌控很重要 我们的姜都是用手工来炒 我们没有用机器来取代 手工炒姜听起来就很累人 但李小珍说炒姜没有什么诀窍 是一场耐力赛 考验的是师傅的细心和耐心 先用纯正麻油煸炒收汁 然后再加入川穹 干草 等二十几种药材做成的中药包 一起翻炒入味 要炒到全黑大概两个小时后 不够入味 没有味道啊 它的那个姜的味道 它没有办法融合 跟我们的鸡汤融合在一块啊 就会味道很淡 会没有姜的味道 大概炒八分熟吧 然后先毛孔开 然后我们让麻油吃进去 所以要马上倒进去 然后把汤汁收干 收到毛孔里面 那它煮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跟汤融合在一块 一边跟我们聊着天 一边得随时注意锅里的姜 另外一头还得同时炒着鸡肉 李小珍回想起当初会有姜母鸡这个产品 是来自婆婆的甜蜜互动 那时候做叶子的时候 他不敢吃酒 听人家讲说那个黑骨骨骨是你吃饱的对吧 然后黑骨骨骨煮这个酒还没食 就用这个当那个给它当叶子的那个吃吃 我们是第一家卖姜母鸡的 然后有它叉的 一手稀里 这鸡是从嘉义的水林来的 那因为它的鸡 我觉得比较符合我的要求 要让乌骨放山鸡 选择有生产履历的乌骨放山鸡 每只至少要4.5公斤以上 而且不论再忙 李小珍都坚持亲自剁鸡肉 才能确定品质的好坏 鸡如果在跑的时候 也会有跌倒碰撞 像之前我婆婆她教我 愣鸡肉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这鸡背上面 黑黑的那个叫黑青 那个鸡可能就不能有了 我们的每一份鸡肉 我一定都要吃到这个鸡轮 我婆婆说一定要吃这个鸡轮 是最好吃的部位 所以是讲进来之后 才开始认识的吗 鸡肉 对啊 我以前连盘子 都不曾洗过耶 真的啊 对啊 我以前连端锅 我都不曾端过 镜头前剁起鸡肉 俐若有劲的李小珍 笑说自己以前是查来张口 犯来伸手的大小姐 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 自己会走进厨房 没有想过说我会踏入餐营业 我高中的时候办公办 独赛有一场工作当开分员 然后后来也曾经当过去Pub上班 然后去学调酒什么的 就是没有想过说 会去做吃的餐营业 当时刚结婚做月子 需要补身体 婆婆把鸡当成烹调的主角 做成的姜母鸡 让李小珍感到惊艳 于是兴起创业的念头 这个浆在裡面 硬要吃到姜 冬天啊 他一定最少要150斤以上 李小珍说一开始创业的想法很单纯 但沒有想到所事這麼多 加上當時光光伯伯 原本有在賣鴨肉麵 一家人要顧兩家店 常常感到心力嬌脆 不管生意好或不好 兩個人每天都吵架 吵到小孩就起來 我們打架 打到翻盆在地上 那是現在跟你們聊天啦 不然我想到那個日子 我會哭 我跟我女兒說 不要去想以前鴨肉麵日子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真的太可怕 很苦 生意很好也很苦 生意不好也很苦 怎麼會這樣子 人生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回想起那段日子 心裡真的很煎熬 周遭的朋友 家人都不看好 加上一般人 對於姜母姬很陌生 常鮮的人不多 生意慘到讓李小禎 數度懷疑自己的選擇 都虧錢嘛 所以就開始會懷疑啊 懷疑這個行業 是能做的行業嘛 然後而且我根本就不懂 我什麼都不懂 每天就打扮得很光鮮 沒有力來店裡 只會看頂業額啊 做多少錢啊 然後就慢慢學 我沒有想到自己 要去端麵線啊 然後學端鍋這些 喊歡迎光臨這些 沒有想過 這邊有個封口 我幫妳用尾板 比較快滾 謝謝妳 謝謝妳 它如果不夠 隨時都可以加它 謝謝 92年那一年 我開的時候 我甚至那天開的 那天很冷 我還記得 那因為剛開幕 都是同場客嘛 還有做個一兩萬 然後到了三四月的時候 天氣不太冷的 可能一天一千塊不到 可能一桌客人都沒有吧 剛開店生意起起伏伏 兩個月就虧了四五十萬 李小禎和先生倆 挖捧滿賣金事 甚至窮到要回娘家 借錢度日 那時候妳自己有沒有 已經有一度想要放棄過 有 其實是有 可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放棄之後 我能做什麼 然後我的孩子怎麼辦 欠媽媽的錢怎麼辦 那時候算是多欠到多少 快兩百吧 欠到快兩百萬這樣 我覺得壓力就是動力吧 只能這麼講 還有就是不想要被看不起 自己選擇的人生就要勇敢面對 為了爭一口氣 李小禎不斷的研究改進 適合客人的口味 這就是最重要的原汁 那不管是我們今天賣的是 薑母鴨還是薑母雞 我們都必須要撈這個 原汁 都一定要有原汁 鴨油那些 它才會香 它是薑母雞和薑母鴨的靈魂 經過翻炒兩小時的老薑 吸收中藥味道 是薑母雞的獨特基底 加上鴨肉原汁 喝起來不會太嗆辣 清爽溫和 五谷放山雞口感細嫩 搭配手工花枝漿 脆腸 貢丸等火鍋料 讓許多客人一吃就上癮 這是雞腹 然後都是物骨雞的 所以看到整盤都是黑色的 那相對的就是這種是 比較不會有假的雞腹出現 聽老闆來說都是限量的 就是每天買多少雞 只有多少雞腹這樣子 因為它的鴨腸是用新鮮的鴨腸 沒有發泡過藥水的 所以它煮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Q彈 而且不會剁得很快 然後所以它吃起來 我覺得是有點帶脆脆的口感 因為堅持品質 加上那份不認輸的勇氣 生意慢慢的上了軌道 李小辰很珍惜現在的生活 也很感謝歐伯當初的一路相挺 你把他當女兒一樣看對不對 對啊 他對我是很好啊 他對我很好 真的孝順啊 他不是說 如果不做三次沒關係 要孝順你叫我好啦 他婆婆有沒有覺得說 這個喜好還不錯啊 對啊 很肯做啊 我就說他就怕病啊 他做下去的時候 他真的那個 我們生意喔 就跟你以前不一樣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或許人生就是要經過 無數的挑戰和壓力 才能釋放極限 李小禎不為旁人的眼光 堅持努力不放棄 終於證明 只要肯努力一定會成功 的確不為旁人的眼光 堅持努力不放棄 要相信一定會成功 我們在看到這個故事 身體的殘缺不變 會讓很多人乾脆放棄自己的夢想 但是在歐孟漢的身上 他卻是依然要勇往直前 他從小因為青光眼 造成他的右眼全盲 雖然說有半邊的眼睛 是看不見的 在廚房用刀子接受高溫 會比一般人還要危險 不過他堅持到加拿大 完成藍帶學院的課程 回台之後又結合了中西料理風格 研發出了法式蝦湯火鍋等等 這種獨創的國無料理 實現他的廚師夢 湯頭咕咕咕咕的滾著 隨著蒸騰的熱氣 濃濃的鮮蝦香味 撲筆而來 燙點蛤蜊 蝦子跟火鍋料 一進口濃跟鮮就滿一口中 獨創的法式蝦湯火鍋 在別的地方可吃不到 老實講說我還是第一次吃火鍋 吃到這種湯 因為它蝦的濃郁度很高 所以任何時代下去的話 它任何東西都可以吸不住 當端上來它滾了以後 我們會先聞到蝦 蝦子的香氣 再喝的時候會有蝦子的甜味跟鋼味 然後還有淡淡的酒香 用法式料理的手法 運用到傳統的台式火鍋 端出這中西融合的滋味 背後靈魂人物就是歐夢漢 既然以海鮮為底 最重要的關鍵當然就是 每天從海港直送的新鮮海味 老闆娘請問那個 這邊一斤是多少錢 老闆我們今天來 有趕快買哪些蝦子 我們今天會買一些螃蟹 買一些蝦子 西西點著心中的購物清單 經過每個攤位 都要停下來挑挑挑挑挑挑 該買什麼 該怎麼選 從小跟著父母 跑魚市場的歐夢漢 再熟悉不過了 從小就是住在無機 對 所以我對無機的 有一種特別的那種情感在 那因為家裡小時候 爸爸媽媽他們都是從事 這種海產店的工作 所以我對一些漁貨啦 對一些蝦子 海鮮 也有一些特別的感覺 選滿一籃籃活跳跳的海鮮 趁著熊溪的時候 馬上帶回廚房 現買現做 剁成塊的螃蟹 跟剝好的蝦殼一起下鍋 用洋蔥跟芹菜爆香 炒出鮮豔的紅色 再用白蘭蒂跟白酒一味 兩種酒的風味不一樣 芭蘭蒂它屬於烈酒 烈酒它的那個 揮發出來的感覺 跟白酒揮發出來的感覺 不太一樣 白酒比較偏酸 那在龍蝦湯這裡面呢 它可以帶一點酸味 讓我們喝起來不會那麼濃 吸飽酒香後 用高湯熬上八小時 就是歐夢漢獨門的法式蝦湯 在廚房裡大展身手的她 其實右眼因為青光眼的關係 早已全盲 因此高溫又炎熱的廚房 對她而言更是危險禁區 太容易受傷了 因為眼睛的關係 我距離一定會抓不住 抓不穩 所以很難避免的 手上一定會有各式各樣的傷痕 這邊就是都是燙傷的痕跡 這邊有幾個 大家都開始比較久了 慢慢在退了 這都很多年了嗎 這都很多 就是大概這幾年發生的事了 那這邊也都是 這都是燙傷啊 受除兩手滿滿的傷痕 即使這樣 還是放不下料理這條路 因為歐夢漢熬的 不只是眼前這鍋湯 更熬著她的童年回憶 家裡是做從事餐飲業的 對餐飲就是有一種 特別的情懷吧 因為阿嬤本身 她就是很辛苦地培養 她的 就是我的叔叔啊 我爸爸他本長大 途方是我的遊樂場 那餐廳是我的玩具這樣子 所以你就是這樣子玩的 我就是這樣玩大的 對啊 就在餐廳這樣摸手 慢慢地摸 追著父母的背影 踏上餐飲這條路 即使家人希望她退居幕後做管理 但耳根硬的歐夢漢 卻不顧家人反對 毅然決然飛到加拿大 念藍帶學院鑽研廚藝 當時右眼還沒失明的她 在血液壓力下眼疾迅速惡化 甚至必須到醫院接受眼球穿刺手術 我就眼睛要看著正前方 然後針就從我眼睛這樣 慢慢慢慢這樣搓進去 然後據我太太的描述說 我當時醫生那個針一下去 我的血就直接從眼睛這樣 直接現場就流下來 那很痛 但是我又不能動 因為後面有兩個醫生壓著我的頭 雖然痛也還是堅持下去 之後整整半年歐夢漢每週 都得接受眼球穿刺來維持眼壓 父母不忍心看她這樣痛苦 在台灣不斷喊話想要勸退她 我也覺得說我的狀況 身體狀況真的不適合在廚房 我又既不能拿重的 我又不能接觸高溫 為什麼要在一個偏偏高壓高熱 然後又要扛重物的地方工作 那我是覺得本身最終對這個事情的熱忱 那我覺得我就比較沒有在聽他們的理 靠著一腔熱血 歐夢漢好不容易拿到資格學成歸國 他決定走出跟父母不同的路 做火鍋來個中西大融合 一刀一刀細細將雞胸肉切成泥狀 取代傳統的豬肉 歐夢漢的刀尖豆腐 用雞肉跟太白粉把肉泥跟板豆腐攪和均勻 比例調整就是美味的關鍵 比例要抓得很好 所以要不然你太多肉 它吃起來它的那個感覺也會不好 對啊 所以我這邊就是有加一些豆腐 有加一些其他的那個澱粉類 讓它吃起來比較滑順一點 要不然雞胸本身太乾了 不只在肉的種類做文章 歐夢漢更來點洋派的 刨下細細的柳橙皮提香 把豆腐做得像甜點般精緻 下鍋油炸成金黃色 縫煮濃郁香氣 一端上桌用蝦糖烹煮 表皮吸飽湯汁 Q中帶嫩最是美味 它的口感很獨特 跟一般的火鍋料有很大的區別 然後再加上它 因為它特殊的製成吧 讓它可以吸附很多那個湯的進化 這樣子跟傳統吃起來的豆腐不太一樣 這個用料也是非常紮實 然後柑橘就是吃下去之後 會有散發出淡淡的那種柑橘的香味 對…就是很紮實的一個用料 帶點歐美風味的火鍋 果然下出一條血路 每到用餐時間就是滿滿的人潮 但其實當年歐孟漢剛開店時 第一次當老闆什麼都不懂 還曾經遇到員工集體離職 生意差點做不下去 他當天就跟我講說他不想做了 他想離職 那我就啊 完了 那我們晚上還要開餐 那你中午跟我提離職 晚上就要走 那我晚上的餐怎麼辦 那不然好了 我自己去下去 我自己下去做外廠 那我就從外面的臉 還開始接待客人 跟客人介紹料理 來 這邊幫你上的是蝦湯 推著餐車跟客人介紹寒暄 一忙起來又得趕到廚房 帶著廚師們動起來 前後場兩頭奔波 忙得不可開交 歐孟漢的右眼漸漸全忙 但他的心中依然明亮 就需要做出跟爸媽同樣的滋味 尤其是這道媽媽研發的生菜蝦松 在他心中更有著獨特的回憶 那時候有 北部有一間很有名的餐廳 它有一個名菜叫做生菜牙松 所以他就想說 那不如我們用蝦子 我們用蝦子來取代肉 這道菜對我來講 它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因為我覺得說好像是媽媽 可能是跟別人學習的 但是至少是他創新的一道菜 媽媽私房的蝦松 帶著點童年的味道 要重現就省不了高剛的流程 把新鮮的泰國蝦剁成泥 炒出來的口感好不好 最重要的就是這道手工 有些人會用攪拌機直接按一個鈕 然後就瞬間把那個蝦 蝦的那個顆粒直接打成泥狀 那打成泥狀呢 它就不符合這個生菜蝦松 它應該有的那個口感 它不能很爛 它大概要有維持一定的纖維 因為蝦煮熟之後 它肉會稍微緊實一點點 那當我們保留它的一點口感 那個吃下去的感覺 會比較順口 蝦肉在鍋內激起跳躍的火花 色澤瞬間轉紅 它是過油 讓蝦子快速熟成 就是它可以減少我們等一下在 半炒的那個時間 然後它蝦子也會比較均勻地散開來 蝦肉一撈起來 鍋裡馬上用芹菜跟洋蔥爆香 用人的香氣撲鼻而來 就趕緊把蝦肉夾進去半炒 因為蝦松這塊你如果煮太久的話 它很容易老掉 那老掉蝦子老掉 它會吃一點像塑膠 炒蝦松最是個體力活 一切都得快快快 搶時間才能留住活跳跳的鮮味 它口感很香脆 然後它裡面有搭芹菜的那一葉 芹菜吃起來很清爽 就是不會有油膩感 然後它搭配飯是很下飯的一道料理 我覺得不會油膩 真的它搭配那個生菜這樣包起來 真的還蠻好吃的蠻清爽的 蠻脆的 大口大口地吃 客人臉上滿意的表情 就是歐孟漢最大的獎勵 熬過身體的病痛跟全退的聲音 就像它的料理中西混搭 交織出最獨特的風味 其實這一路下來 我覺得周圍的人其實也都不看好 這些對我來講 它只是在我人生中的一個過程 那我覺得人生就是要經歷這些 不同的其他 這才要人生 這樣人生才會活得精彩 獨眼的障礙沒有擊垮它 反而將歐孟漢熬成了不一樣的廚神 我們來看到的是這一家沙茶火鍋 老闆年輕的時候 他是瞧不起自家父親的沙茶生意的 甚至一度沉淪在 紙醉新迷的世界當中 直到他自己的孩子漸漸長大 他才發現為人父母身教的重要性 當時他們夫妻倆是及時回頭 而且腳踏實地的做起沙茶鍋 而他的女兒看到爸爸媽媽 辛苦打拼的江山 本來不願意接手 但後來他也是不捨這樣老店拱手讓人 而這樣的任分珍惜 讓這份傳承70年的好味道 因為這家人無法割捨的親情 最後能夠繼續傳承下去 好 現在客滿要不要等一下 三位好 我帶點湯要多點喔 不出這種感覺 反正就是很喜歡他們的感覺 因為它的口味讓我們覺得 很特別就是了 就吃了就反正就要掉了就是 就湯底的東西滿好吃的 每次回來都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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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吃完然後再去搭車回去學校 湯頭好啊 對啊 湯頭不錯啊 東西又新鮮啊 食材這個都用那個現成那個現仔肉 不是用一些冷凍肉 我住在隔壁我常常來吃 你多久來吃 我一個禮拜到後 有時候一個禮拜來吃一次 一聊到沙茶爐老台男人 三四十年的彷彿記憶 彷彿能隨湯鍋裡的香氣 越滾越鮮愈 進門來的十之八九都是熟面孔 到底怎麼能這麼死周 老主部門難以形容的 其實就是湯底下那份扁魚的稱號 這根就是把水分逼出來 這個這樣是半成品 半成品 那這個油炸的東西不能含水 含水的份喔 它就炸不起來了 南台灣的日照充裕 睡晚曬扁魚 對於林茂生來說 簡直實在舒服不過的事了 扁魚乾的香 趁上大好陽光 不用一個上午睡一分鐘乾 立刻就能拋進鍋裡油炸 送做今晚店裡的材料 這個就是靠溫度而已 靠溫度一定要拉到 拉到180度 如果你不到拉到180度的話 它炸下去它就會花梅 事實上這一樣 許多老台菜內都必備的靈魂佐料 油炸門檻並不困難 主要是扁魚不耐炸 半分鐘內逼到金黃 就足以撈起 倘若油溫掌控得宜 它絕對是廚家們 愛不釋手的天然調味品 可惜的卻是這個年頭 炸扁魚的人家也越來越稀有 現在差不多炸扁魚的問題 都是在環保的問題 煙啊 煙啊 煙很大 煙很大 所以說現在炸扁魚 差不多是比較多地方設備 也沒有設備 就是被人撿起來 撿起來比較多 提及這一位 在白菜擄獲魚羹裡 都不可或缺的扁魚碎 曬起來鮮香 油炸過更風脆 但偏偏久聞後 摻了空氣裡的雜味 便一定化為濃臭 林茂盛會搬到荒野來設廚房 當年也是魄魚 全被鄰居們投訴過了 就是給人家抗議才在這裡 說煙太大 十幾年前了 我在這裡已經炸十幾年前 那時候這個還沒蓋起來 說起來玩耳 其實老是的汕頭沙茶爐裡 高湯靈魂實在不是沙茶 而是鮮魚 就連製成沙茶醬的眾多配料內 鮮魚也還是佔了一席之地 林茂盛的這項手藝 是繼承自廣東籍的老兵父親 所以自然正宗到地 不過年輕時他可一點也瞧不起 做沙茶賺保利養家 中正有十年 沉淪於紙醉精明 做主頭做鬼啊 做鬼啊 做鬼啊 心裡不安啦 好像說連累很多人 蘇淺我們以前就 心裡就過意不去啊 他口袋的錢 跑到我這邊來 我多叫我女兒喔 不要... 你爸爸在做什麼 也不要跟同學跟隨 說你爸爸職業是什麼 也不敢說你是做主頭 對... 對... 總是在為人父母以後 剪頭上的實名感又更顯兇厚 林茂盛為了兒女追蹤肝 願金盆洗手 就像當年來台的夫妻 同樣也為了他 為了一家更保暖 而想盡辦法 那個時候來台灣也沒什麼 他就是一個老牛啊 他是一個老牛 沒有一技之長啊 你要怎麼辦 也要養家糊口啊 做一些那個我們家鄉的味道 就差不多那個時候 第一代的外省人都是這樣 看你是哪裡人 就是做你家鄉的味道 還記得那個年代 剛來台的外省一代 生活辛苦 林茂盛的爸爸和幾位老兵 剛開始都是這麼鋪剪度日 他住的地方都很磕爛啊 就像他們那樣啊 來個工作啊 工作晚上晚上 兩張桌子就合起來啊 合起來睡覺啊 棉被鋪一鋪啊 超級粗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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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好的沙茶配上一鍋牛肉爐 所謂的香愁療法 莫過於如此一碗 許暖的潮汕味道 差別就僅在南部口味偏甜 而北部沙茶則僅了點二沙 那時候那個沙茶有時候 請一些老兵嘛 請一些老兵 那些老兵 有一路沒家嘛 那時候還看清楚他們的部位 不能回去啊 他只有找一些家鄉的人 在一起做 要不要加湯 加水湯 那一幅客人熟人 圍爐團圓幾乎把店內擠滿的場景 不知從何開始 竟慢慢演變成 碎碎年年 夜夜都是這番滾熱氣象 林家的小女兒是這麼回憶童年的 每每從二樓住家下樓 樓下永遠坐滿客人 隨時隨地 就算半夜十二點也不例外 很疲憊啊 每天都很疲憊啊 然後你會覺得 搓這個 他會覺得 幹嘛要搓這個 塞滿方桌圓桌的縱深店面 雖不算狹長 但怎麼關得住一顆 從小就厭倦忙碌的心靈 要不是爸爸病了 媽媽年脈了 二十幾歲的勵直少女 大概也不曾考慮回來過 高血壓很嚴重的話 就會 就是會可能 就可能會息腎這樣子 然後爸爸就是那時候 就是 開始那種水腫啊 不能工作啊 然後當然就要回來啊 因為這個就不可能 找別人做啊 爸爸媽媽辛苦打拼個江山 做女兒的 就算在不願接班 總還是不捨 老店就此拱手讓人了 但也索性自己過去幾年的叛逆 嘗過苦領過低心 所以如今才更能 任分珍惜 我會覺得說 你都已經活不下去了 然後還要想說 理想這樣子 像我很多同學 他們可能就是 他們不敢結婚啊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說 要組成一家家庭 可能真的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錢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跟人家組成一個家庭 也要一個事業工作 但是人家就會解釋你啊 七十年的老味道 儘管勿換心儀 也不管勞累用路 以多麼驚人的火候 乾編著兩代的意志力 至少他們依然繼續著 不為任何也許為的 只是那份一輩子都無法更捨的親情 最後我們再來看到 世衛在台北市中山區 有一間居酒屋非常特別 裡面的菜設是主打創意路線 其中有一道就是海膽烏龍麵 是把日本料理海膽跟烏龍麵 一起做結合 這麵條Q彈搭上濃濃的海膽醬 是成為店裡招牌 還有讓韜客一點再一點的 是另外一道叫做泡菜豬肉漢堡牌 則是跟韓國的食鍋拌飯結合 搭配上酸辣的醬汁和濃郁起司 每一口韜客都說充滿驚喜 而這些巧思全都是來自於 只有77年次的型男老闆王信瑶 他就是讓這間居酒屋 每到晚上的時候總是做午休息 天色一暗接著亮起 光線昏黃的小食堂 這間居酒屋正要開始營業 這間位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上的居酒屋 每逢夜晚時刻店內總是一味難求 而店裡的菜色主打創意路線 其中這道最吸引客人矚目 我覺得它跟外面吃起來 感覺不太一樣 就是它麵體是比較Q彈 然後整個味道是很濃郁 很吸引我 我很喜歡 我真不喜歡吃那種太多山醬的東西 可是它吃起來不會膩 店裡的招牌菜 Q彈烏龍麵裹上滿滿的海膽醬 還有魚卵在舌尖爆開 鮮味十足 這盤看似低調奢華的創意料理 製作過程只需要花三分鐘 就能搞定 平底鍋裡的海鮮 浸泡在大量的鮮奶油 再撒下少許的調味料 最後放上重點人物 海膽明太子醬 均勻攪拌後變成橘黃色澤 全部都合在一起了 再把烏龍麵下下去 等到完全收之後就能上桌 一盤耀眼的濃稠鮮黃 彷彿義大利麵的做法 用日式加西式的完美結合 每一口都讓客人驚豔 另外同樣也很夯的 讓陶客一點再點的 泡菜豬肉漢堡排 食鍋加熱後 酸辣的醬汁配上濃郁的起司 咬下肉汁滿滿的漢堡肉 每一口都是幸福的滋味 漢堡排其實在日本的傳統裡面 其實是很傳統一道料理 我們漢堡排 最主要是揉製的過程 那這個揉製的部分 其實就是要花一點時間 那手的溫度其實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讓這些 豬肉裡面的油脂 融合在豬肉裡面 我對於我們店的漢堡排 其實是滿有信心的 日本人其實還滿講究 這個拍打的動作 光是這個拍打動作 就可以決定漢堡肉 是不是可以扎實地融合在一起 等到拍打酥醒後 表面煎成粗脆焦香 再拿去烘烤 每個步驟都是相當費工 絢爛的火焰 石鍋上的漢堡肉 加上一整片起司 最後放上泡菜點綴 讓人食指大動 他自己手工弄 所以吃起來跟我們那種 早餐店啊 或是別的地方的漢堡排 其實真的扎實度是有差的 然後其實再加上泡菜 跟他的豆拉菜這樣搭配的時候 其實那個口感是非常 非常渾圓飽滿 把傳統日本料理 加上年輕思維 都是來自於眼前這位 新男老闆王姓瑤 從學生時期就踏進餐飲界 將近十五年 在開這家店之前有 待過在日本料理 也有懷石店 居酒屋 也有連鎖的動飯店 七七年次的王姓瑤經驗豐富 在這麼多間餐廳工作過 全都是因為家計的關係 王姓瑤的父親 早期是做木工的 出生在優惡環境的他 衣食無缺 直到國小時 因為一個廠商跑單 家裡欠了一大筆債 讓他從小 就必須要半工半讀 有時候一整天可能 就只準備一餐 就準備著一餐 可能就是這一餐 就是吃完了以後 就是可能要等到隔天 就是三餐都是沒有固定的 因為你從一個 算是還不錯的家庭 到你可能要出去打工 可能每天都是為了 要生活而去賺錢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年紀比較小 一定會有一些小抱怨 王姓瑤的童年 幾乎是在工作中長大 家裡每天為錢而煩惱 高中時期 曾經還有討債公司 到家裡頭來要錢 讓他印象深刻 我父親其實那個時候 就是緊鎖著門 不讓他們進來 他們就一直把那個門揣開 然後後來那個門其實都已經 被他們揣到歪掉 因為這件事情 讓我內心裡面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原來就是沒有錢的感覺 原來是這樣的 也因為這樣 王姓瑤打工的關係 在家裡的時間也逐漸變少 親情更是零互動 沒想到來不及更靠近父親 卻在他高職畢業典禮的那天 不幸走了 當天晚上心情梗塞而走的 其實那個時候其實都很突然 因為根本沒有前兆 因為你根本完全都不知道 我爸最近怎麼了 在靈潭那時候 看他最後一面的時候 其實非常地陌生 就是覺得自己為什麼 為了賺錢而忘記親情這個感覺 當下王姓瑤完全不敢置信 看見父親的最後一面 發現眼前這個男人 是多麼地陌生 才恍然大悟原來一直忙著賺錢 完全沒有賠到家人 而感到後悔 這個就是我最大的遺憾 因為我覺得什麼東西 很多找物質上 其實金錢都買得到 但是這種親情到我目前為止 還是很深刻 到我現在有小孩也是一樣 就是認為說這種東西 是用錢買不回來的 那一年幾乎都沒有跟人交談 就是很失落 就是不愛跟人交談 只是每天就是工作 那下班就是回家洗澡睡覺 身為家中長資的王姓瑤 整個重單都在他身上 在他印象中的父親 是個負責任的男人 也宛如有雙翅膀 帶著他努力打拼 飛翔追夢 熱愛做菜的他 在好幾間店的磨練之下 想要在餐飲間有個舞台 於是和朋友兩人合夥 開了這間店 當然一開始生意不如預期 有個月吧 有一股就是很想放棄的人 但是我曾經我的合夥人 講了一句話 讓我印象很深刻 那句話就是說 你不覺得這家店很棒嗎 他很喜歡這家店 那句話讓我醒來 就是告訴我自己 我們努力到現在 為什麼不能成功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 我一直告訴我自己 是還不夠努力 月下 幸好老天爺很少練 朋友倆靠著創意做料理 一年後 生意慢慢有了起色 其中這道餃子雞翅 裡面包著是餃子內餡 新奇的做法也很受饕客喜愛 它不會像其他雞翅那麼的油膩 然後它的皮也很薄 它的炸的皮也很薄很難 但是它的薄也不會說 軟軟爛爛爛的 然後很脆 然後裡面的 通常外面都是包飯 然後可是它裡面包的是絞肉 對 所以就是整體吃起來就是很好吃 因為它的那個皮 吃起來是非常的酥脆的 然後它的餃子 我們一般人對吃餃子裡面的肉餡 它又跟一般的餃子的內餡又不一樣 它的餡又更香 像水餃一樣的雞翅 炸過後更酥脆 沾上特調的乾醋醬 酸酸鹹鹹 外酥內軟 奉出新滋味 就是從從來沒有吃過 所以覺得 第一個老闆本身對這個手藝上 有他的創意 而且真的料理上是非常好吃的 跟一般的狙酒屋不同的地方是 它的菜色非常的豐富 它的菜色是屬於比較創世料理的 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我平常是住在東京 然後吃東京的狙酒屋 但我覺得這間比東京的更厲害 就它有創新的部分 然後加入台灣的這種 比較敢跳脫傳統的 就是這種堅持的精神 以精緻獨特的創意料理 還有充滿日式風格的裝潢 朋友倆讓在地文化發揚光大 感謝你的收看 月深了 祝你好眠 我是陳月寒 我們再會 謝謝你 謝謝你